各位老友記,記不記得, 梁無雙、梁無色, 兩位美女, 唱過一支粵曲《戒指推》。 細蚊仔那時, 讀中國語文, 說在山西省, 太原, 南行126公里, 就是戒丘, 戒丘東南17公里,就是棉山。 在春秋戰國時代, 在春秋戰國時代, 有個賢事戒指推淡薄名利, 與其老母人居住在那樹, 誰知被分軍進民工, 用一條死竅放火燒山, 想逼他復出, 誰知他零死不出山, 與其老母人居住棉樓樹, 燒狗死人坐在山上, 後來的分軍就叫人用棉樓樹, 做對木劇著, 於是逐下就變成老闆對他單手下的尊稱。 話說戒指推在棉山隱居那時, 有一百件島縣崖間有一塊吉祥雲煙燕繞, 有一條白髮白爺公守著一個麵丹爐, 旁邊還有一條白龍盆繞在斷崖, 戒指推就爬上去裝下搞邊科, 原來那個就是太上魯君 , 在薯蓮單柱, 那條白龍 , 就是他的護髮神龍, 在泰國,東部, 貼著淺羅灣, 春武利府 , 有個周恩藍先生 , 他是直官 , 廣東省 , 條州 , 本來是個修理單車和電器師傅 , 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, 他四十歲的時候有晚睡覺做夢 , 夢中遇到那條太上魯君 的護髮白龍 , 找他做代言人來普道眾生 , 於是他在那間茅屋 , 拉人指點迷津 , 怎知有條有錢老科水他起家白龍王廟 , 於是在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, 三月十三日 , 禮拜五 , 現在那間廟開幕 , 是白龍王旦 , 是白龍王旦 , 白龍王旦 , 是白龍王旦 , 是白龍王旦 , 白龍王旦 , 丹立兩部 門港口 , 過地部 響 , 春武利府 , 春布里 , 時拉太元 , 時拉茶 , 素拉太區 , 素拉沙 , 時拉太郎 各項 , Soi, Sriracha, Nongko, 第 23 之碑 , 第 5 村 , 門牌 , 80 塔膠 , 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, 等三天才見客,每日牌手限見一百人。 星期六和星期日, 又鬼死那麼多馬來亞、新加坡團來看, 他們一堂車都罷了二、三十個車, 所以爺爺喜歡乘搭星期四晚夜機, 在星期五晚深宵一, 兩點深宵飛到曼谷, 然後找車輛踩下去, 去到白龍王廟, 那時都未天亮, 就在車輛, 搞搞磚先, 等車輛在排隊。 到清晨六點, 有太子會出來, 順序問你車輛, 要多少? 歌手, 就派給你, 然後開大鐵閘給你, 撥撥車輛進廟。 白龍王廟, 那兩位徒弟, 獸骨先廣虎人是盧師兄, 那個似足星加坡鞋叫野鋒, 那個是廟師兄, 會替你登記下你是誰, 何時出生, 然後請你點十七支香, 拜齊廟外的福德白宮, 湖得倦賢。 富貴佛祖, 第三條約大家, 然後拜白龍王, 的十元點之城, 那裡等上廟師兄, 留在青森外陣外, 攪滿自住餐家裡, 有白粥, 油炸極, 鹹煎餅, 牛荔酪, 碧頭, 蒸包, 餅乾、饅頭、炒飯、炒米粉。 飲品有清水、潮州供夫茶、豆漿、涼茶、咖啡、汽水。 糖水有鮮草水、摩摩喳喳。 等到八點,白龍王會帶領信眾齊參拜, 祝福一盤盤蘋果、橙、香蕉等生果, 同一瓶瓶聖水、分比的慎重。 之後大家圍著白龍王, 依醜好逐個接見, 不過完全沒有私隱, 唐人完全聽到你們說什麼, 白龍王會向你打聖水、摩頭祝福。 阿爺去過三次那麼多多詐, 個人感覺就覺得完全不靚。 都是信天主實際, 所以沒有再去啦。 今日阿爺看報紙說, 周欣南先生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8月17日, 星期六,之後早在家裏過身, 被他個女兒,黃龍王, 激殺、涼文幹, 來繼承, 到你那裡, 過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8月17日大。